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能现在你正躺在床上 你很习惯地在听牧师的讲道 或者你正靠在沙发上 或者可能这个时候你正靠在车里 或者你正在公园的板凳上 你已经很习惯了这种方式 我在想说突然之间那么多人出现在一起 然后我对大家讲道 我会不会害羞和不习惯 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见不到人的讲道 感谢主 哈雷路亚 开开玩笑 幽默一下 所以一切都是好的 感谢主 平安 那感谢主 那今天我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 不在乎讲的长短 乃是在乎经 乃是在乎神的话语 不断地在调整你的思维 在更新你的心思意念 这就是悔改 这就是悔改转向神 在向神悔改 悔改的大能会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 感谢主 所以每一天 每一个礼拜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思想意念 夺回来 回到神的话语当中 那今天在我讲接下来的信息之前 我想先让大家来看一节经文 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 这是关于教义的经文 其实教义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错误的教义 比错误的生活更加可怕 人们之所以会陷在错误的生活状态中 是因为他信得错了 他的教义是错的 所以要想改变一个人 先要从他信的对开始 就是要建立他正确的教义 所以隔一段时间之后 牧师还是会把你继续的 带到教义上来复习一下 巩固一下 再一次的兼顾一下 所以罗马书一卷圣经 都是在讲到基督教的要义 就是教义 你看到没有 在整个新约的排列顺序 这个都是有圣灵的一个特别的安排的 前面是什么 新约前面是什么 世福音对不对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世福音是记载耶稣的生平 记载耶稣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紧接着是什么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就是讲到 耶稣死里复活之后 教会诞生了 教会开始建立了 是记录了初代教会的发展史 然后使徒行传之后呢 你会发现第一卷圣经就是罗马书 为什么是罗马书啊 因为这是关于教义的圣经 所以教义是在整个使徒书信的排列当中 排在最前面的是罗马书 就是教义的圣经 之后才有什么 哥林多书信啊 加拉太书信啊 以佛所啊 菲利比啊 哥罗西啊 等等后面的所有的使徒们的书信 但是教义是在最前面的 罗马书 换句话说 如果不清晰的教义 不清不楚的 这个教义的教导 如果是混乱的 后面的生活就会混乱 后面的生活就建立不起来了 我在两天前 有一位很资深的牧者 在透过很多的渠道 加到了我的微信 就是联系上了我 事实上 我跟他在十几年前是认识的 在我很年轻的时候 刚刚做传道的时候 他都是认识我 我们彼此也都是认识 都是有印象 都是知道的 但是因为一直没有联系方式 他透过很多的渠道 就是找到了我 加上了我的微信 为什么他加上了我的微信呢 我真的感叹圣灵的工作 他开始隐隐约约的 他自己的领受 也开始慢慢地倒向恩典了 甚至他说 他参加一个学习班 是一个跨中派的一个 一个属灵的一个学习班 他说里面有很多位老师 虽然没有说自己是 讲什么恩典的什么的 可是居然在里面所发表的观点 所讲的课的内容 就是跟恩典是一样的 甚至一些老师在里面 都推荐一些 关于圣参的教导 关于一些恩典的生活 关于一些恩典的生活 都开始在开始发这些教导 他自己隐隐约约地感受到 就是他的心越来越被带到恩典的路上 这是圣灵的工作 那他找到我呢 就是要跟我有一些交流 那其中我们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就是那既然相信恩典 那恩典的教导 跟人的行为呀 好的品格呀 道德的标准呀 人该要不要行善呀 怎么样活出荣神义人的生活呀 基督徒要不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呀 等等之类的 活出耶稣呀 这些问题是老生常谈的 他就开始问说 那这种行为呀 这些在恩典下怎么讲 要不要讲 我说答案肯定的呀 恩典下肯定是活出更高的标准 我告诉他说 人在律法下会活出来的 恩典下活出来的是更高的 而且是从最纯正的动机 所活出来的 那其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点 我说因为我知道 原来的体系 他的体系嘛 他也是很强调进前生活啊 等等之类的 我说这些都是好的 最根本的问题是 教义的问题 律法下是 我做了什么 我才成为什么 我要怎么做 我才能换取到什么 我要怎么做 上帝才会爱我多一点点 上帝才会接纳我多一点点 我靠着我的行为 我在努力地成为圣洁 成为公义 我说在律法下都是 换取交换 而今天在恩典下呢 你已经领受了 因为你是公义的 所以你会活出公义 因为你已经是圣洁的 所以圣洁是从你里面活出来 流淌出来 因为你已经被爱了 深深地被爱了 你就会爱神 你也会爱人 是因为你里面已经充满了 你才会给予 你才会付出 是因为你已经是了 你才会做 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你才成为什么 我说这个是最根本的 是教义的问题 他很感慨地说 因为他也是从传统的 那个背景 也经历了灵恩的复兴 他自己也是一个 非常有恩高的牧者 他就很感慨地说 他说我们原来的一些教导体系 包括我今天所在的 这个牧羊体系 我们只讲生活 可是我们几乎不清楚教义 听你这么一讲 其实我们对教义 是非常混乱的 是不强调的 他自己也发现说 如果教义不清晰 你后面的很多教导 你行为讲得越多 最后就是把人 带入到律法主义当中 一旦人做不到 更多的是什么 定罪 控告 远离上帝 所以很多基督徒 活了一辈子 信了一辈子 都是在很深的捆绑当中 心情是压抑的 甚至是什么 抑郁的 所以我说教义很重要 恩典的福音 就是先把你带到正确的 教义的根基上 当你信得正确的时候 你会活得正确 而且在恩典之下 你活出来的标准 是更高的 哈雷路亚 恩典下 你可慕神的话语 不是因为感到被定罪 而是因为你饥渴 你可慕 在律法下 可能你读经是 是因为什么 换取 你不读经 你会感到定罪 你会觉得上帝不爱你 上帝要惩罚你的 在恩典下 你来到教会聚会 是因为什么 你可慕经历神的同在 而不是为了还愿 是过一个宗教仪式 或者说是因为 我假如不来聚会的话 上帝就会如何如何对待我 No 不一样的 在律法下 你不传福音 你会担心 你会下地狱 上帝会找你算账 在恩典下是 福音如此美好 如果我不把它传出去 那我真的都觉得 是个傻子 所以保罗说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这句话不是说 今天我不对谁传福音 我就会下地狱 显然不是嘛 对不对 我已经因性称义了 可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我若不传福音 我就有祸了 意思是说 福音如果这么好 我都不愿意把它分享给别人 那么我脑子有问题 这句话要表达的是 是一个什么 福音这么好 我要把它说出去 是因为福音美好 我要把它说出去 而不是因为我担心 我害怕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一切还是 回到教义上 不是因为你行了义 才成为义人 而是因为你先是公义的 你才会成为义 不是因为你饶恕了别人 上帝才饶恕你 记得哦 在四福音里面 讲到这句话的时候 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 耶稣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 可是保罗就不一样了 保罗怎么说 保罗说 我饶恕你 是因为神在基督里 先饶恕了我 所以是因为我已经被饶恕了 所以我才会饶恕你 我爱你是因为 神已经深深地爱了我 我能够给予 我能够奉献 我能够付出 是因为神已经给予了我 我是充足的 哈雷罗亚 所以我会慷慨 感谢炸美主 一切都是回到教义上 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同样非常清楚 他说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 照样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在亚当里 因这亚当犯罪 众人成为罪 你我被动成为罪人 在亚当里 你有时候会不会有好的行为 会啊 对不对 偶尔你会丢一块饼干给小狗 你也在做好事 你有好的行为啊 对不对 偶尔看见一个可乐瓶 你也会捡起来 丢在垃圾桶里啊 偶尔香蕉皮 你也会把它放在垃圾桶里放好啊 你有做好事啊 在亚当里 可是你的好事 能改变你的身份吗 假如不信耶稣 肯定不可以嘛 你在亚当里 因着亚当犯罪 你做再多的好事 你仍然是一个罪人 你的行为 是改变不了你的身份的 亚当的影响力和能力 就有这么大 所以有人会说 啊 我不公平啊 为什么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我就成为罪人了 好像觉得说 上帝不公平啊 凭什么亚当犯罪 这个罪就赖在我的身上 跟我有关 我就成为罪人了 对 这是不公平的 但是记得 上帝给出了偿还 恩典也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恩典是不配得的 下半截是什么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只要你相信他 你什么好事都没有做 你什么善事都没有做 甚至你的行为都不好 你仍然在他的眼中 是公义的 这刚好 是什么 是平衡的 所以在亚当里 你说 你说我很冤枉 哎呀 凭什么呀 我觉得这个不公平 在基督里呢 这叫恩典 不配得的 所以上帝都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今天 我们领受的是不配得的 弟兄姐妹 如果你不能够理解恩典 真正的含义的话 你就反过来想一下 在亚当下如何的不公平 亚当犯罪 没经过你的同意 对不对 结果呢 生老病死 就发生在你的身上 这个生病 也没经过你的同意 结果疾病就来了 是不是 这一切不好的 都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可是它就发生了 所以你想要 更深地理解恩典呢 你反过来想想 在亚当下 那些不好的 没有经过我同意 就来了 同样在恩典下 你想要理解恩典吗 你没有做任何好事 你一点点都不配得的 你这么软弱 这么糟糕 真的你的表现都很不好 你就是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结果呢 好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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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 这叫恩典 所以恩典就是 不配得的 白白的就领到你了 感谢主 所以圣经保罗把教义 讲得非常清楚 今天在新约 因着耶稣的救赎 只要我们相信他 我们都已经成为公义的了 就是这么不配得 哇 就是这么拽 哈雷罗亚 感谢主 好事就是这样 要领到你 感谢仗美主 这是教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新约那个义呢 是一个礼物 白白的加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上帝的爱 是白白的领到你的 不是因为交换来的 他就是这样的爱你 他最深的爱你 深深的爱你 他爱你已经爱到了极致 他的耶稣 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了 他不能够再多爱你一点点 他已经对你的爱 是最完美的 最完全的 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任何时刻 记得 他对你的爱 已经是到了最极致 就在现在 不管你的状态如何 环境如何 处境如何 不管你的表现如何 弟兄姐妹 就在现在 上帝对你说 我对你的爱 已经是到了最深 最极致 我不能够再多爱你一点点了 我已经最爱你了 哈雷罗亚 当你 当你信得正确的时候 当你相信这一切的时候 力量会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的 哈雷罗亚 你就会有力量 对一切不好的环境说 No 对不对 你会有力量 对一切的挑战说 No 你会有力量 对一切的诱惑说 No 你会有力量 因为你是被爱的 深深被爱的 你会被耶稣吸引 说耶稣 你这么爱我 我要跟随你的 我要委身于你的 我要把我的生命 献上给你的 哈雷罗亚 所以在恩典下 你已经是公义的 你已经永远是公义的 已经永远不会改变了 正如在亚当里 因着亚当的罪 你是罪人 如果不信耶稣 你已经永远不会改变了 改变不了了 同样在恩典下 你是公义的 已经永远不会改变了 改变不了了 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呢 就会让你有力量活出 神要你活出的 那个美好的生活 你就能够有力量 活出神的美好的旨意 神在你身上的 那一个命定 那一个美好的旨意 就能够活出来 哈雷罗亚 感谢主 扎美主 这是教义 每一天 还是要扎根在教义上 太重要了 阿们 哈雷罗亚 感谢主 那简单的来说呢 今天我们虽然已经 处在恩典之下 可是我们的生活呢 我们需要 用恩典来调我们的生活 调哪里 就是调你的思维 我也一直在强调说 恩典和律法 很多时候是一种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 今天我们 我们严格意义上讲 没有一间教会 是纯律法教会 真正的律法在哪里 在以色列 我们中国教会 没有一间教会 是纯律法教会的 没有 只是什么 掺杂 恩典律法 不分而已 感谢主 其实在掺杂的教导当中 他们是透过什么 定罪 透过 让人产生恐惧 透过这种 审判的思想 好让人 产生惧怕 而去做一些事情 今天在恩典下 是因为你领受神 无条件的爱 被爱激励 圣经说 原来是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我们愿意行出来 记得刚才我提到 我跟那个牧者 牧者提到 我说 我说 原来你不犯罪 是因为没有机会 对吧 没有机会 大大你也犯不了罪 还有就是 你不犯罪 是因为你惧怕 最大的程度 因为我了解 他的教导体系 就是因为惧怕 万一我犯了什么罪 我会如何如何如何 惧怕 所以是因为什么 不敢 有贼心 没贼胆 可是我说 当我们在恩典之下 在神完全的 爱的包围当中 是我们不愿意 虽然无论是 任何一个基督徒 都有可能会有软弱 但今天你越认识 神的爱的时候 你是不愿意的 是不愿意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越知道 你的身份和地位的时候 你越会活出 与你的身份地位 相符合的生活 就好像一个人 他知道他是尊贵的王子 他是一个国家 国王的儿子 他是王子 他极其尊贵 如果他真的知道 他是他王子的身份 请问 他会过着像乞丐 那样的生活吗 他会去垃圾堆里 拿东西吃吗 他会像乞丐那样吗 不洗脸不洗头吗 会不会啊 有人说可能会 假如说他还会活出 乞丐那样的生活 那么只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 对他王子的身份的认识 还不够透彻 还不够彻底 换句话说 还是不能够真正相信 他是天国的王子 弟兄姐妹 你是天国的王子 你是天国的公主 你是阿爸父所最爱的 你是尊贵的 圣洁的 你是有神的荣耀的 你是君尊的祭司 天国的子民 哈雷路亚 所以一个人 如果仍然活着 像乞丐那样的生活方式 是因为他 还是不明白他的身份 所以还是要继续教导 感谢主 所以一个真正知道自己身份 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他会说什么 No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碰这些 垃圾堆里的东西 因为我是尊贵的 我怎么能在垃圾堆里生活呢 感谢扎美主 亲爱的兄姐妹 如果你知道上帝 在你身上的计划 命定呼召是什么 你绝对不会活在 那个那么不好的状况当中的 你会从里到外的 你会回应神的 所以一个不认识自己身份和地位的人 才会自甘堕落 而一个知道自己是尊贵荣耀的 圣洁的人 他就会向上向上 他会越来越靠近神 回应神 被圣灵引导 Hallelujah 感谢扎美主 那还有呢 什么叫做在律法之下 什么叫做在恩典之下呢 就是思维 律法之下 总结一句话是要求 你知道在旧约的 整个律法之下 就是不可 不可拜偶像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对不对 不可贪心 都是不要不要 就是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这样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它是一种什么 要求你活出来 那在律法下是一种被要求 那人有没有活出来呢 最后也没有活出来 对不对 律法下没有一个人 能够完全地得胜 所以耶稣来了 带来了恩典 恩典下不一样 律法下是要求你活出公义 要求你活出圣洁 结果呢 因为人本身就是道德已经破产了 人已经有罪了 所以要求一个生来就有罪的人 活出圣洁和公义 根本是做不到的 所以律法下没有人得胜 而耶稣来是什么 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透过他十字架的王公 他先给你公义 给你圣洁 他先给你 他把公义作为所赐之意给你了 你披戴耶稣的义 披戴他的圣洁 你的生活形式才能够从里到外的活出来 所以恩典是什么 是供应你 而律法呢 是要求你 今天在生活中同样啊 我们怎么样保证我们每一天 每一时每一刻都一直在恩典下呢 就是你的思维记得 是被供应的 是被供应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好像有人问说 牧师新约圣经 有没有提到说 基督徒要有一些要求啊 有啊 你从字面上来看 确实有啊 但是你从精髓上来看 记得哦 新约每当圣经提到说 神要你活出什么的时候 从根源看 他已经供应你了 你是被供应的 哈雷路亚 你不能单单地从字面上来看说 神要我爱人 那我爱不出来怎么办 这就是陷入新约的律法 亲爱的众姐妹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律法都是在我们的思想里 记得你已经是被爱了 你会爱出来 所以在新约下 我们的生活方式 怎么样能够活出来呢 生活中怎么样来生活呢 就是要记得 你已经是被供应的 已经在你里面了 你是被供应的 带着被供应的感觉 去养育儿女 带着被供应的感觉 去开拓事工 带着被供应的感觉 去上班 去工作 带着被供应的感觉 去经营任何的事情 你一定要带着被供应的感觉 这是上帝做事的风格 亲爱的众姐妹 上帝要你去做任何事情之前 记得 他已经给你预备了 超丰盛的供应 这是你在于你的思维 当你思维 一旦每一天这样相信的时候 你会发现 力量就不一样了 圣经说 日子如何 力量也必如何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日子 力量是够用 恩典是够用 好不好 今天你生命中有很多的挑战 对不对 可能你下个礼拜 要去约那个医生 要去看医生 记得 在你去看那个医生之前 上帝一切 已经为你预备了 供应是充足的 或者下个礼拜 你要去见一个客户 记得 你要记得 不要带着说 很勉强 被要求 怎么办 怎么办 上帝的供应是充足的 或者下个礼拜 你要演讲 你要做报告 上帝的供应 已经为你预备了 无论你要做什么 包括牧师也是一样 当教会面临一切的挑战 任何的需要的时候 我相信更丰盛的供应 已经在那里了 我是带着被供应的感觉 在服侍神的 哈雷路亚 这个会完全不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 财务 还是养育儿女 或者教会的事工上 神都会提供你 愿意做的心 并且给我们一切 胜过挑战的能力 记得 恩典下的思维就是 恩典是够用的 上帝已为你预备的供应 大过一切的需求 哥林的后书 十二章第九节 保罗怎么讲 我们来看 这也是保罗 在恩典下的生活原则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先停在这里 上帝的恩典 今天你在新约之下 耶稣的恩典 是够你用的 我们生活中 会有挑战 会有需要 记住 更大的恩典已经预备 是够你用的 哈雷路亚 耶稣的恩典是够的 他不会缺的 这是上帝做事的风格 阿们 记得 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劳苦挣扎 是因为我们的思维 我们觉得很缺乏 我们觉得不够 我们觉得没有力量 我们的思维都是在缺乏上 在那个软弱上 在那个不好的事情上 在那个问题上 我们的思维没有调过来 就是上帝的恩典 是够的 他知道你今天的处境 他知道你今天的光景 他也知道你在什么阶段 你要面对什么 他都知道 来看几段经文好不好 我要让你来看一段 旧约的经文 旧约是一个预表和影子 但是你能够看到神的心意 看到真理在当中 来看出埃及记十二章 第三节到第四节 你知道预约节的羊羔吗 在出埃及的时候 那一天预约节的羊羔 新约有一节圣经说 预约节的羊羔 就是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被杀了 所以预约节的羊羔 就是代表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这个预约节的羊羔 好不好 很有意思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 本月初始日 个人要安着父家取羊羔 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 吃不了一只羊羔 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灵舍 共取一只 你们预备羊羔 要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 记住这里有一句话 若是一家的人太少 吃不了一只羊羔 你会很奇怪 圣经从来没有说羊羔不够 圣经总是说 吃不了一只怎么办 你别忘了 不管你一家有多少个人 可是圣经说 万一吃不了羊羔 要如何如何处理 圣经从来没有说 羊羔不够吃 要去借该怎么办 很奇妙对不对 在这个上帝的安排当中 羊羔是大于一切的需要的 你知道犹太人很会生的 他们是强调生养众多的 可能有一些少一点一家十口人 对不对 多一点可能是一家十五口 二十口的人都有 就一只羊羔 一碎的羊羔 请问 万一不够呢 万一不够怎么办 万一他一家三十口呢 那一家 生养众多 超级生养众多呢 可是在圣经里面记载 记住 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 也没有一个字 是不重要的 圣经已经很肯定地说 吃不了一只羊羔的 无论你多少人 你就是吃不了一只羊羔 为什么 因为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供应是大过需求的 耶稣的恩典 大过你生命中 一切的需要 哈雷路亚 同样耶稣在地上 五饼二鱼 分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 一样啊 来看马可第八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剥开那五个饼 分给五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说十二个 又 掰开那七个饼 分给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 装满了多少篮子呢 他们说七个 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耶稣要让他们明白什么 供应就是大过需求 供应就是大过需求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 很喜欢这一节经文 我也特别透过这节经文 鼓励所有在一些挑战中的人 无论是你的家庭 你的事工 还是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甚至你身体上的需要 记得 我们所遇见的试探 这个试探 原文可以指的是什么 可能可以指的是 某一种罪的诱惑 也可以指的是什么 环境困难的来临 不管是什么 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也就是说 在上帝的计划安排当中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 会遇见挑战的 圣经从来没有说 你信了耶稣就永远一方风顺了 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 但圣经告诉你说 日子如何 力量也如何 圣经告诉你说 他的恩典够你用 人生一定会遇到挑战的 人生的路还是很漫长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永远不要说 自己是很刚强 很厉害的 不要这么讲 你现在刚强 不代表着下个月你还刚强 你现在很OK 不代表着下一天 下个礼拜你就OK啊 所以人就是会遇见的 各种各样的挑战都形形色色 都会有的 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他说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换句话说 有一条路已经开好了在那里 只是我们还没有看见而已 记得旧约夏有一个故事 夏甲和他的儿子伊斯玛利 被赶出去之后 到了旷野 对不对 没有水喝 他就在那里哭嘛 哭啊哭啊哭 但是神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 还是要眷顾夏甲和他的儿子 他们的后裔的 所以突然之间 他眼睛一亮 看见边上有口井 突然之间圣经说 眼睛一亮就看见有口井 其实在上帝的安排当中 那口井早就在那里了 只是他们看不见 看不见 当你寻求神的时候 上帝让你看见 弟兄姐妹 出路已经为你预备好了 是有路的 是有恩典的 可是当你的思维一旦开始发生转变 转向神说 恩典是够的 那么神会开启你的眼睛 会让你看见的 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神总是要带领你 能够走过去的 祂总是要带领你 能够经过这一段的 哈雷罗亚 感谢扎美主 阿们 列王纪上第四章二十节 我要让你来看一个旧约圣经的故事 由大人和以色列人 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都吃喝快乐 你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在讲谁 在讲所罗门 所罗门是一位很年轻的君王 他继位了 对不对 一位如此年轻的君王 要怎么样来统治这么多的人呢 圣经说 他们多如什么 海边的沙 那是一群数量相当庞大的人 他们需要被喂养 被牧养 被带领 所以从表面来看 所罗门会压力三大 他要面对的是这么多的需要 对不对 他会觉得压力三大 他该怎么来牧养呢 该怎么来给出去呢 该怎么来供应呢 所以从外在来看 要求真的太大了 对不对 需求太大了 这个要求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但是 很有意思 圣经 接着 神在同一章里面 看看神 做了什么 神怎么说 《猎王记》上第四章 二十九到三十节 神赐给所罗门 极大的 智慧聪明和 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 不可测量 所罗门的智慧 超过东方人和 埃及人的 一切智慧 看到没有 刚才二十节看到 需求真的太大了 人数多如海边的沙 该怎么来供应他们 牧养他们呢 可是接下来 马上看到 这两节经文 换一句话说 无论需求有多大 神的供应总不缺乏 无论神赐给你 什么样的使命 其实这根本不是要求 他更大的供应 早已为你预备好了 弟兄姐妹 这段话是对我自己说的 好不好 牧师跟你说心里话 其实这些年 我常常有时候会想说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 推到风口浪尖上 有时候我会想说 我做一个默默无闻的 传道人也挺好的 我就把我家庭搞搞好 对不对 把孩子搞搞好 配偶关系搞搞好 我就牧养一个 二三十个人的小教会 上帝也会供应我 或者我做一点小生意 我就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无欲无求 有时候我会有这种想法 因为当教会 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上帝让你 越来越出名的时候 其实你的挑战是很大的 你的一举一动 会被人放在放大镜下 无限放大 而且各种各样的挑战 魔鬼的攻击 也会加大力度 对不对 肯定嘛 有人说 魔鬼都不攻击我 他懒得理你 你自己把自己都毁了 他攻击你干嘛 所以你知道吗 所以无论是环境的压力也好 挑战也好 各样的问题也好 所面临的危险系数也好 它都是增加的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说 主啊 我也不想把自己 推到风口浪尖上 有时候我也会说 主啊真的 感觉很大的压力啊 亲爱的这种姐妹 你知道吗 真的 你如果搞一个小教会 几个人聚聚会 也没人理你嘛 是不是 就像平约生牧师 讲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的教会 在新加坡 只是20个人聚会 肯定没有任何人来攻击我 哪怕我讲错了 都没人理我 为什么我会成为焦点 因为我的教会 是最大的教会 同样的道理 亲爱的这种姐妹 因为每当人数增加也好 每当我们的关注量 阅读量 都在扩大也好 其实 从肉体的感觉来说 压力是在增加的 当然有很多的细节 我就不跟大家分享 你只要为牧师 祷告也好 你要相信牧师 是非常不容易的 亲爱的这种姐妹 坦白讲啊 我去管理一个 几千人的公司 我觉得比管理一个教会 容易的不知道多少 公司 我只要照着 规章制度来就行了 教会还要讲爱的 还要讲生命的 还不能轻易发怒的 这个真的 教会是不能够强制性 去约束他的 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公司是你不听话 你违反纪律 我要开除你的 教会你不可以开除谁的 而且这个都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 人家还愿意来听你讲道 这个你靠什么来吸引他 他来公司上班 是老板给他发工资啊 但问题是 教会都是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 靠什么人家愿意尾声和跟随呢 其实你想一想 其实很不容易 再加上你也知道说 在整个客观的大环境下 其实我们做教会 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挑战的 压力也是很大的 真的 有时候也是会睡不着觉的 各种各样的压力 各种各样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消息 常常有时候 别人给我接一个电话 我都觉得我心情受影响的 那怎么办呢 我也祷告说 主啊 我想回到从前 我能不能把我打回原形 能不能时光倒退五年 不能啦 可是上帝 其实也借着这段圣经来告诉我 无论 神给你什么样的使命 其实这根本不是要求 他更大的供应 早已为你预备好了 这也是神对我说的话 教会在扩大 神给牧师的智慧在增加 教会在扩充 神在让牧师的心也在扩充 教会在增长 神让牧师和教会的恩宠 也在增长 供应是更多的 供应是更大的 哈雷路亚 这就是在律法下和在恩典下 如果我把自己放在律法下呢 我每天看到的是挑战 每天看到的是问题 是困难 我该怎么办 啊 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真的十个都得抑郁症了 绝对的 所以你有听到说 在国外很多的牧师都是 首先得抑郁症的 牧师是高危行业 你知道吗 寿命都是很短的 因为他要提前消耗自己 很多很多 你看到很多基督教的杂志报纸讲到 牧师每天扶导别人的心理 其实他自己的心理是最有问题的 他自己可能是抑郁症的 因为大家所有的垃圾 往他身上 往他身上 拨垃圾嘛 这个跟他讲讲这个 那个跟他讲讲这个 所以如果他没有靠着恩典去转换自己的话 这个就会成为什么 他会成为垃圾产 所以牧师会首先得抑郁症 在国外很多的报道 牧师跳楼自杀的一大堆的 写一封信 弟兄姐妹再见了 然后就走了 真的 你有看到这些新闻 这些消息 事实真的如此 可是呢 你记得你的思维不要在律法下 你的思维要在恩典下 上帝的恩典是更大的够用的 每当一个挑战来临的时候 我宣告说 更大的恩宠已经在那里了 哈雷路亚 结果那些垃圾同样丢过来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 垃圾发电厂 哈雷路亚 输出更大的能量 哈雷路亚 感谢赞美主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于你我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不管你生活当中 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或者上帝赋予你 什么样的使命 上帝恩典是够的 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孩子 你不要觉得难养 恩典是够的 上帝至少已经给你养育 这一个孩子的恩典 如果上帝给了你两个呢 你要欣然接纳 上帝啊 你的恩典是够用的 你已经给了我两个 虽然在人看压力会有点大 因为养育一个孩子不容易 但是记得恩典也已经预备了 如果上帝给了你三个呢 我们教会会有五个宝宝 恩典的数字 上帝给你的恩典 是远超过你养育这五个宝宝的 会把他养好的 培养他成才的 还充足有余 还能帮助其他的的 你还可以再收养几个 哈雷罗亚 感谢主的 那如果说上帝给有一些人 他暂时不要宝宝呢 那也没有问题 上帝也是 他的满足感也是能够给你的 哈雷罗亚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无论上帝赋予你 怎么样的使命 什么使命也好 他的恩典都是够用的 上帝把你放在任何一个公司 把你放在任何一个位置上 他的恩典是够的 这个思维一定要每一天 把它调整过来 哈雷罗亚 很重要 所以不是神每天在要求你做事 神都是在供应你 他已经预备供应你更多了 同样下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 记得耶稣跟撒玛利亚 妇人的对话吗 这里有一节经文是这样讲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给他水喝的是水 你必找求他 他也必找给了你 你记得吗 耶稣跟撒玛利亚 妇人的对话 对不对 看起来是 耶稣在向他要水喝 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可是圣经这节经文 讲下来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给我水喝的是水 你必找求他 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 看起来好像是 主耶稣向撒玛利亚 妇人要水喝 事实上是耶稣 要给他活水了 他说你必找求他 他也必找给了你活水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看起来是 神要你服事 事实上 他要给予你 更多的恩典和供应了 感谢扎玛主 哈雷罗亚 下面我要再来看 两节经文 来看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第十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说赐给我的恩 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这些经文 我要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保罗说的 你知道吗 一个相信恩典的人 恩典是内在 安息是源自于内在 安息不是外在 安息重点是内在 重点是里面 被供应的思维 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保罗事实上是一个很殷勤的人 他非常勤劳的 他勤劳是因为被恩典推动 而不是因为靠着自己 劳苦愁烦 这两者有区别 我再说一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恩典下 基督徒是更加殷勤的 对不对 基督徒是更加卓越的 基督徒也是更加高效率 所以有人说恩典听了 让人懒惰 那根本不是恩典的精髓 他没有听到真正恩典的精髓 但是恩典和律法的区别在哪里 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虽然看起来保罗外面很忙 很殷勤的传道 传福音 建立教会 保罗好像看起来在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区别在哪里 区别在于 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换句话说 他是靠恩典的 他的思维是靠恩典的 我要特别告诉弟兄姐妹 很多人 在劳苦愁烦当中 你的思维不是靠恩典 你是靠自己 靠自己 所以那个果效也不好 自己到最后 这个精疲力尽 神的话语告诉你 要学习靠恩典 学习靠恩典 对 你可以去一天见一百个客户也好 没有关系 或者说你一天 你十个小时工作也没问题 但你的心一定要调整过来 我是靠恩典 我是被供应的 上帝爱我 上帝带领我 上帝给我方法 上帝给我谋略 上帝给我当说的话语 上帝给我判断力 上帝给我执行力 上帝给我智慧 上帝给我灵力 给我体力 上帝加征我一切的力量 当你在恩典下 你再去做的时候 那个果效和效果将完全的不一样 牧师要鼓励你 安息是里面 我要鼓励你在职场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靠着恩典 靠着那个恩典的感觉 去做任何事情 哪怕是今天你要找一个人交通 或者说你要跟你的孩子交流一些事情 或者你要跟你的配偶谈一些事情 记得都要找到那个感觉 要靠恩典的感觉 而不是要靠自己 真的 很多时候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我们都是靠自己 去 我要跟他讲个清楚 我要跟他说个明白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讲不清楚的也说不明白的 越解释 越变成掩饰 越解释越混乱 越解释越糟糕 你不要这样子 你要靠着恩典的感觉 主啊 你带领我 你带领我 主啊 如果是要你 你觉得 主啊 我要去跟他交流什么 你给我智慧 给我聪明 哈雷罗亚 感谢赞美主 或者你要跟孩子说话 也是一样啊 你不要靠着自己啊 靠着自己 你跟他说 他不会听的 你要靠着恩典 所以保罗说 我是什么 我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他说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最后一节经文 哥罗西一章二十九节 我也为此劳苦 其实保罗外面看起来 好像也是很忙碌嘛 对不对 但是区别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照着他在我里面 运行的大能 尽心竭力 不是靠着自己劳苦的 弟兄姐妹 我也最后对于 所有在教会中 服侍的人说 服侍可以不流泪 不是每天哭哭啼啼 很委屈 然后为耶稣拼命 神不要你这样子 要带着被爱的感觉 靠着里面运行的大能 尽心竭力 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来服侍神 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来做卫生 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来敬拜 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去看望 去为别人祷告 去跟人家交流 哈雷路亚 带着一颗喜乐的心 不要带着一颗 越服侍越苦毒 觉得没有人看到你 牧者也不理解你 觉得自己很受委屈 不要在苦毒当中 不要让服侍的人 最后成为苦毒 最深的人 不要 我真的看到很多 传道人也好 服侍主的人也好 服侍时间越久 伤痕累累 伤害越深 不要 让耶稣的爱 每一天来满足你吧 无论做什么 都是祂的恩典 在推动你 为神而做的 恩典是够用的 哈雷路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记得 哪怕天塌下来 耶稣都在为你顶着 你是有耶稣的人 你是有盼望的人 哈雷路亚 不要担心 祂必要为你开一条路 一定能够走得过去的 感谢扎美主 好不好 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边 我们最后的时间 一起来领受圣餐 好 我们预备一下我们的圣餐 首先预备一下我们的圣餐的饼 圣餐的饼跟杯呢 就是提醒我们 我们在与耶稣连接 我们在与生命的全员连接 就是耶稣 连于祂 我们的生命是从耶稣那里来的 我们一切都是在于我们的耶稣 今天当我们领受祂的身体 当我们领受祂的宝血 我们就与基督联合 我们在连于基督 当你连于基督的时候 你一切的供应 永远不会缺乏的 你需要的健康 就临到在你的身上了 哈雷路亚 你需要的力量 就进到你的里面了 当你连于基督的时候 一切的捆绑 一切的搅扰 一切的烦恼 都要从你的身上脱落了 哈雷路亚 你会得享更深的安息 你会得享更深的自由 更多的自由 更完全的自由 在你的生命当中 仇敌魔鬼不能够来搅扰你 所有世界上的那些烦心的事 也不能够每天来搅扰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会拥有一个最好的睡眠 你会拥有一颗喜乐的心 哈雷路亚 连于耶稣 祂的健康 也临到在你的身上 感谢扎美主 我们拿起手中的饼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这是祢的身体 为我们每一个人舍的 当我们领受祢的身体的时候 主啊 祢的健康 一致就临到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所有的疾病 耶稣都已经担当了 主的健康 完全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祢的力量 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祢的智慧 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祢的恩宠 也加增在我们的身上 如同主耶稣身上的恩宠 如同主耶稣身上的智慧 如同主耶稣身上的能力 当我领受耶稣身体的时候 这一切都归在我身上 感谢耶稣 扎美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领受 我们举起手中的杯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这是你的宝血 为我而流 使我罪得赦免 是我今天在基督里 是公义的 在亚当里 我本来永远都是罪人 但今天在基督里 我已经永远成为公义了 我感谢耶稣的宝血 扎美耶稣 我领受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最后的时间 一起站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不好 如果你会方言祷告 你就方言祷告 保罗说 我为此劳苦 照着他在我里面的大能 尽心竭力 保罗说 照着他在我里面的大能 就圣灵的大能 在你的里面 圣灵今天就住在你的里面 亲爱的圣灵 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永远不会离开你 让圣灵的大能流淌出来吧 哈雷路亚 让圣灵来带领你每一天吧 让圣灵来帮助你吧 哈雷路亚 在任何的挑战面前 让圣灵来帮助你吧 让圣灵来启示你吧 让圣灵来光照你吧 哈雷路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方言祷告 就是让圣灵的江河 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 感谢圣灵主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赞美主 赞美主 神的恩宠在你的身上加增 未来的一周 神的恩膏 神的大能 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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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每一个领域 神的大能大力 都要开始运行 在你的每一个领域 无论是你身体的健康 你的家庭 你的儿女 所有的一切 你的工作 你的事业 你面对的一切的挑战 我们来祷告 为自己来祷告 哈雷路亚 主要来带领你 好不好 弟兄姊妹 无论你处在 怎么样的光景和心情当中 一起来祷告 调整你的思维 转向耶稣 转向耶稣 一起来放眼祷告 圣灵要来带领你 哈雷路亚 扎美主 扎美主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谢谢主 扎美主 感谢主 我要为你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感谢扎美你 今天早晨 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 你要对我们每个人说 你的恩典 是够我们所用的 主啊 你来帮助 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 你的恩宠 在未来的一周 在弟兄姐妹身上加征 主啊 无论我们要做什么 你都要提醒我们 我们是被爱的 我们是被供应的 他恩典是够用的 并且他的恩典是更多的 是加倍的 哈雷路亚 祝福每一个家庭 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啊 我要继续的来祷告 在这个特别的时期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上帝保守你 也保守你全家 远离一切的冠状病毒 奉耶稣基督的名 任何的冠状病毒 任何的天灾人祸 都没有办法靠近你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办法靠近你的家人 上帝 用耶稣的宝血 厚厚的遮盖你全家 平平安安 感谢扎美耶稣 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 献上礼拜 谢谢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是 阿们 感谢观看